各位記者女士先生 大家好 大家午安 那首先跟大家報告 今天的確定病例 本土的病例有183名 境外移入有97名 落地採檢63 居家檢疫採檢34 那本土的案例就是等於是持續增加 昨天16183 那境外移入的 主要是因為 相對 相對前天大 很大量 境外移入那時候有很大的一個量 那 那時候進來人比較多 昨天進來人比較少 那 陽性率也稍微低一點點 所以總檢驗實際人數1108 那陽性 613名 那陽性率是5.69% 好 那在 今天早上 那372人 那有2名陽性 那百分比是0.54 183名 以縣市的區隔來看 臺北市有19例 新北市有71例 桃園市22例 台中市3例 高雄市1例 然後基隆市39 新竹縣15 新竹市1例 屏東縣3例 藝人縣7例 花蓮1例 金門1例 所以總共影響到的縣市 今天比昨天少 是12 12個縣市 我當然以個別的傳播鏈來看的話 那 跟基隆相關的45例 增加45例 省市比較多 總共基隆市這樣的一個場所的相關的案例 現在到205例 那現在是在 在北市 在有一個校園的群聚 跟親友引發的校園 的群聚 又增加了20例 那在那個社區裡面 那也增加了14例 那 主要都社區裁檢裡面出來的 那桃園的工作室 又增加了4例 那新竹縣新竹市的那個移工的部分 那增加了 也不是移工 就是第一 開始 是它裡面移工開始的 這邊增加8例 那總共的案例達到104例 那婚姻相關的 又增加了16例 那還會是關於106例 那又增加了15例 我們可以看到是在這條西角 那邊燈滾的那邊燈滾的 那邊燈滾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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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